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4日 这是今天做的最后一个节目 今天是最重要的新闻是美国的媒体 福克斯新闻 今天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绝对是重宝 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事 也就是新冠这个事到底从哪里来源 是什么性质 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分别有两个 分别有一个议员 一个叫马绍尔 一个叫波吉斯 周四接受福克斯采访说 病毒肯定是中共在实验室制造的 你看这个东西可是重磅炸弹了 我们现在需要确定的是 到底是赤故泄漏还是故意释放 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实验室来 这个事已经是他们两个人啊 大成的共识了 只是现在在有意识放的呢 有意识放就是一个就是生物武器战争了 无意识放的就是你领导能力太差了 执行力太差了 领导力差 便秘能力差 但是你功能增强这个事也是一个大麻烦 因为以前中美自在这个领域里是合作的 合作的双方都有协议啊 因为申请了一笔经费 这笔经费和福气有关系啊 这个你申请经费你肯定要有这个报告嘛 你要干什么 你要打报告 你要遵守哪些规定 要有承诺 违必的要有处罚呀 出的问题要罪责 这个都是白子黑字的 所以人家有依据啊 现在看来他们已经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了 而且更为重要 就是更厉害 说是这两个议员第一次在美国啊 主流媒体上公开的肯定的说 这是中共的生物武器 而且是什么呢 恐怖主义武器啊 生物恐怖主义 这个定性可是太吓人了啊 就马绍尔和这个伯吉斯 这是语出惊人的 今天是海外媒体把这个事炒作挺厉害 中文还没怎么开始啊 仅仅有几个媒体报道了 我估计明后天就能更多的媒体谈这个事 你想美国的参议员 众议员可不是说像我们的大卫啊 自媒体 你乱讲啊 那要承担责任的 那现在提出的是生物恐怖主义 这个词我是第一次听说 那这个太可怕了 他往这方面来定性 那似乎是他将来考虑方向是什么 就是可能避免美国国内的一些程序啊 一些法律问题啊 搞不好他这个采取的这个手段 报复手段 抓捕这个提防战斗人员这手段可能都是非这个难以想象的啊 那其实这个事大家都知道有关塔纳摩居住中心这个在国内我看过报道啊 总共的媒体把这个称为是臭名昭秀 美国的媒体把这个称为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一个部门啊 为什么这个是2020年美军在关塔纳摩海军啊 关塔纳摩班就海军基地啊设置这个居住中心 位于古巴呀 他的奥妙之处就在古巴啊 因为你要设在美国本土 打起官司来 你抓人犯 审讯 走程序 辩护 相当麻烦 你定罪是很难的 但是他现在关在古巴你想 这是境外了 但是却美国来控制啊 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避免联邦法律 对关押人的人权给予保护啊 这是当时主要是911以后啊 这是打击恐怖主义啊 搞这么一个不实搞的啊 整个这个居住中心 由三角洲营啊 等三个地方吧 三个营区组成的 那么根据美方的说法呢 该居住中心内所关的都是 俘获的敌方战斗人员 如果说经过审查之后 不是敌方战斗人员 可能关押一段时间 也就遣返了 追到回到自己的国家啊 由于有一个过渡阶段 所以这个里面的囚徒啊 这个 一般情况下啊 被剥夺了这个日内瓦公约 规定的战俘权利啊 这很苦啊 我一看见监狱 今天我看到这个消息 才查阅这个网上 微几百科介绍啊 这个情况是 相当的这个恐怖啊 囚犯在这里地位说 美国军方对每一名 新道关塔纳摩的囚徒 都召开听证会啊 如果确定不是 是敌方战斗人员一般将其遣返啊 否则改改判 无限期关押 并剥夺 日内瓦公约规定的战俘权利 是不是权利也没有了 这可这还受罪 说美国之所以选择啊 这个地方 有一点就是它的特殊的法律地位啊 刚才讲到了 它的主权属于古巴 美国政府声称 关押协份的地区 在法律上并非美国国土本土啊 所以呢 这些人无法拥有 如关押在美国领土上享受的 美国宪法是赋予的权利啊 在2004年的拉苏尔素 布什案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否计了美国政府的辩护 多数裁定 关塔纳摩基地的囚犯 有权向美国法院宣诉 但隐正是关塔纳摩基地 有对美国威仪的控制 有对美国威仪的控制 2066年的6月29号 美国最高法院判决 根据法律和日电话公约 美国总统部是无权下令 成立特别军事法庭 以审判关押在这里的囚犯 10月17号 美国总统部是签署了 2006军事委员会 法允许中情局 对恐怖嫌犯进行严厉审讯 并批准军事委员会 对那些涉嫌恐怖分子进行审讯 你想这个事将来如果 随意把这个定成这个 敌方战斗人员可麻烦了 这个事可是一个天大的事 可见接下来将来 会有很多的大事出现 当然这个介绍 这个监狱的情况都很长了 大家感兴趣 可以自己在 围基北科看一看 那么现在网上这方面的资料 很多的 其中谈到了这个月球这个事 大家以前我在国内看过 中文媒体报道 那中共的媒体肯定是这样 大肆地宣传 但是这个地方的确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奥巴马曾经承诺把它关闭 后来也不了了之 现在到了拜登手里 还继续开着呢 开了这一次 这两个议员 就马绍尔和波及斯 似乎是要引用反恐这个法案 来对付这个老公了 这个事可是个大事 关键是到底是不是真的 并不实验室 这个泄露的 或者是释放的 这两个结果都是非常可怕的 也就是说人家可以依据反恐的以前这些规矩 这个搞一下 这事可是一个很大的事 不是开玩笑 所以为什么这一两天 我看中共媒体大肆宣传这个武统台湾 就是为了转移这个死线 因为他们吓坏了 这个东西要追查下去 要是确定是这种情况的话 你想可以想象这是多大的一件事 那当然了 现在这个仅仅是两个议员 还没有就是说 这个更多的人 像他这样直白的表示 是一个生武器恐怖主义战争 如果最后做了定论的话 那你可以想象下一部分 这个世界将发生什么事 惊天冬地的大事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本人无法确定是到底病毒来自哪里 但从目前情况来看 可能更多的人们都认同是从实验室 那你就做两种选择吧 无意还是有意的 对不对 自己讲没有用 人都是要找证据的 等到证据都拿上台面了以后 紧接着就是这一系列的动作了 这个确实是我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 至少表明了有两个议员 他是对这场新冠蔓延前十几个事 定性已经提出了新的说辞 那么下一步 有很多的事情是很有悬念的 这是绝对是一个 我认为这是一个惊天冻地的 大事今天 这两个议员的接受媒体采访 这个媒体又是很大的一个舆论平台 不是一个小媒体 主流媒体 又是重量级的议员 因为美国是一个议会制的国家 是吧 议员们代表民意 现在美国的老百姓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么说吧 最少有百分之六十 对中共是持有负面的态度 他们不会因为 习近平在七月一号 天安门上的演讲而改变 因为他们是依据他们认定的事实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单节目 那么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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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